国立南投高中以及日本仙台第一高校 与今日上午举办两校专题联合发表会 日方由三位老师率领24位的学生抵达台湾 与国立南投高中国际科技交流社的学生 进行全英文专题联合发表 内容包含AI议题讨论 马赛科背电视作 入班商科互动等交流活动 他们做的专题是地震装 就是打在房子下面的那个装 有不同类型的装 然后看它的耐震程度 因为日本有三一大地震的一个威胁 所以导致说它有这个想法 想要去制作出这一份专题 我们两校的交流的主要目的就是学术的交流 日本仙台一高在日本的工程县仙台市 算是数一数二的高中 那主要就是进行专题研究的一个分享 然后我们学校安排了入班 然后也有AI议题的讨论 那议题的讨论一项都是我们两个学校的重点 南投高中校长傅国良表示 能够与日本仙台第一高校相互交流 是非常难得的机会 不仅是为了促进两国高中间的友谊 更是为了加深我们之间的文化交流 共同提升学术水平 拓展国际视野和创新能力 那我们今天仙台高校第一有准备了八个专题 我们学校也准备了七个专题 学生都是利用课语的时间 然后跟老师做探究实习 他比较特殊的是在除了探究实习之外 他要用英文表达 所以这些学生应该英文表达都还可以 很高兴我们有这个机会跟国际互动 然后跟日本第一流的高中来做互动 我有看过他们写的专题写得很棒 真的不管研究方法 控制变相 变因 研究的那个成果都令人敬佩 是一个很好学习的对象 此次两校举办专题联合发表会 仙台第一高校有八个专题 本校国际科技交流社有七个专题 研究成果丰硕 学生都是利用课语时间 训练口语表达技巧 深化科普探究能力 并且全英语文联合发表专题探究成果 充分地展现学生英语简报 探究实作与国际互动的能力 记者邱宾骏 蓝图室采访报道